南韓的十多顆垃圾氣球 北韓為何最近的動作 如此頻頻呢 交給楊請 是 沒錯 南韓是在昨天晚上的9點 當地時間將近9點 再次發現從北韓方向 飛來的這個空飄氣球 緊急是發送簡訊 要求國人是要注意小心 而這回北韓一口氣 發送的是十多枚 而這種空飄氣球裡面 其實裝有是碎紙 還有垃圾 甚至最糟糕的是 還有排泄物的這種氣球 是被南韓認定為是統戰氣球 而它直接是漂到 南韓的各個城市 根據統計 從昨天晚上9點一路 到今天早上6點 是在36個地區 發現這類的氣球墜落 而由於這種空中氣球 飛在空中其實是很難判定 它裡面是不是含有化學物質 或甚至不明物體 因此南韓軍方 是會派遣軍人 到各個墜落地點 依檢查分析 而因此南韓是緊急 在今天早上緊急大動作宣布 是要組成一個叫做首爾第一反應小組 來應對北韓近期的挑釁 而北韓這些空飄氣球 就是不確定 它們是不是有意圖要發動攻擊 事實上北韓最近可說是動作頻頻 因為就在上週二 週三已經先發動了一次的侵擾 就是在10個小時內居然是跨境 讓260顆氣球飛到南韓的領土 儘管後續南韓軍方分析是沒有發現任何有害的物質 但一週內這樣多起的挑釁行動 確實是引發南韓民眾的恐慌 甚至有人是接受訪問的時候 認為是不是擔心這個戰爭就快要爆發了 而南韓上週是向北韓喊話 要他們克制 不要再進行這類的挑釁行動 而不然他們就會再採取反制行動來對付北韓 不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確實還嘲笑南韓 說這些是送給南韓的真誠的禮物 他們其實沒有要停手的意思 確實兩韓曾經協商 不要在兩韓的領土是發送這種文宣 不過南韓的脫北者團體 也曾經頻頻的是發送文宣到北韓 因此這回北韓是用同樣的手法 來對付南韓 有媒體就分析 北韓會有這麼多舉動 就是因為可能是因為 他們近期人造衛星發射失利 所以才會想要藉此 來轉移國內外交點 主播 而印度國會下議院的選舉結束了 而長達7T次的投票 主要的出口民調就顯示了 由總理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 以及聯盟政黨已經取得勝利 而莫迪還有執政黨獲勝的原因為何 繼續請楊晴來解析 是的 印度總理莫迪以高齡73歲領導自家的人民黨 還有組成的國家民主聯盟陣營 這回幾乎是底定勝選 而這回是5年一度第18屆的下議院選舉 長達6週以7個T次 將近10億的人口是出門投票 而當地週六正式落幕最新的民調是顯示 莫迪確實佔上風 儘管官方的開票到週二才會出爐 但結果是相當明確 因為在國會中543席中要取得272席才能組織新的政府 現在統計人民黨領導的國家民主聯盟已經超越這個目標 而且甚至可能在國會佔有3分之2的席次 莫迪更是選後直接在X平台上面 很開心的宣布是勝選 而且他認為執政黨是以破紀錄的投票率 獲得了選民的支持 雖然不知道他的這個數據是從何而來 但是他就是表示很開心可以勝選 而但結果也不令人意外 因為光是莫迪本身在印度的支持率 還有他的身世是相當旺的 長達10年的執政當中 身世很旺 而且獲得人民支持 而這也是他可能將會進入的第三任期 在一般選民的眼中 幾乎是將他視為神的存在 甚至有選民是接受訪問表示 他會將莫迪視為神 將他膜拜 而美國市調機構上個月發布的數據 就顯示了莫迪執政下 他的施政認可率居然高達74% 其實是位在全球的領袖中位居榜首 而主要的原因 可以從以下幾點來看 莫迪可以躺著選上 除了因為在野的對手實在是太弱了 另外還有就是 他執政的10年 他認為希望可以翻轉印度的弱勢的情況 另外也是誓言要讓印度成為全球第五大的經濟體 而他執政10年確實也掌握到經濟成長的密碼 由印度製造為口號吸引外資的投入 甚至是改革行政效率還有貪腐的情況 因此多家外媒還有科技公司是積極的投資印度 只要讓大多數的富豪都能夠賺錢 他確實他的執政地位就穩住泰山 這也是為什麼儘管他被外界或者是海外媒體批評說 他極右派甚至是壓迫穆斯林族群還是能選上 而加上他跟美國還有俄羅斯的合作 以印度優先的立場是獲得國內的人民支持 主播 等一下這秘密也太大了吧 被扒開來內心了 我以為是 他就是咖哩醇氣的那種感覺 咖哩有的那種感覺 他這個外皮 瞬間搭配咖哩有點鹹鹹辣辣的 瞬間脫補耶 奶油餐包的放大版 有一點TVBS四十二台